创业时代,温迪略施小记反败为胜,郭新年孤掌难名约会纳兰。 黄轩、周一维、杨颖、宋义主演的电视剧《创业时代》每天都在更新中。 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剧中演员们的努力,尤其是杨颖在整部剧中的表现不管是在表情还是在动作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再加上黄轩魔性小声、周一维的眼神、宋义的气质嘛,这部剧不火都难。 部剧主要讲述的是男主郭新年研发语音软件魔晶的艰难创业录。 在创业过程中,解释了乃兰而且还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后来郭新年将魔晶的创意给了纳兰,但是因为纳兰的疏忽,金城剽窃了魔晶的创意,成立了杰讯公司。 魔晶从此树立了第一个劲敌。 罗维作为郭新年的好朋友在此之后,也创立了研发公司,开始研发胡游。 来郭新年、金城、罗维形成了三国争霸的局面,而罗维利用自己和郭新年的关系,而郭新年对自己没有防备,联合金城对郭新年的研发团队进行袭击,导致郭新年的伙伴们受伤,而魔晶也受到了重创。 而郭新年一直怀疑这件事情和罗维有关,到那时因为考虑到罗维和自己是很好的朋友关系,所以一直不相信这件事和罗维有关。 金城背后有巨大的财团做后盾,所以在胡游失败后,金城成为了郭新年最大的竞争对手。 后来金城为了打压魔晶不惜动用一一切力量。 魔晶在金城的打压之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不过好在郭新年即使地将罗维经过来帮助魔晶升级,算是暂时地保住了魔晶。 来因为金城的一个失误,将关系金家命运的文件弄丢了。 而郭新年却得到了这份文件,于是郭新年拿着这份文件和金城谈条件, 最后,金城的父亲为了保住金家,于是决定暂时地退出大陆市场。 而金城所犯下的罪行,因为有劳动为其顶罪,所以免受了牢狱之灾, 但是也灰溜溜地跟着父亲回到了香港。 郭新年的魔晶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危机,郭新年一夜之间变成了身价过亿的俄互联网大咖。 他们一年具有上百亿的利润。 在最终的结局中,郭新年意识到一直以来都是纳兰在默默地陪伴着自己, 于是郭新年向纳兰求婚,两人在经历了许多坎坷之后,终于修成了正果。 而罗维作为一个作恶多端的小人物,也到了为自己之前的行为负责的时候, 在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终于查出,原来郭新年团队遭受袭击这件事情, 罗维也参与其中了。 最后罗维被抓判刑进了监狱。 创业时代,郭新年奈兰修成正果。 金城回到香港,罗维被判入狱。